一星期一本书 俗话说,出言有耻,戏谑有度 一个人说话要有分寸,否则就是人火上身 有些话只能藏在心里,别说 凡事要三思而厚言,别口无遮拦 否则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就说什么样子的话 说话要有选择,给人留余地 千万不要咄咄逼人 一个人在与人交谈的时候 少说自己以下这三件事 就是为自己留下了口德 福气也会越来越多 心底的秘密 谁都有不能说的隐私 说出来哪怕是最信任的人 也可能把话传出去 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僵局 其实你的秘密一旦别人知道了就不是秘密了 哪怕你一而再 再而三叮嘱别人不要传出去 但越是这样,传播的速度更快 成为公开的秘密 有些秘密一辈子都不能说 说了就是祸端 例如,你心底爱上了不应该爱的人 说出去就会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让你身边的另一半听到了 可能两个人因此弄矛盾 导致婚姻产生危机 甚至分手 你曾经暗中伤害过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现在是你的朋友 如果你把伤害的事情说出去 那么朋友知道了就闹翻了 友情也就失去了 其实,你当时暗中伤害到朋友 是无意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事 因此,心底的秘密不能说 不说是保护自己 是让自己不因为秘密被揭穿 而失去拥有的福气 陈骨子烂芝麻的往事 每个人都有很多过去的事情 或者举语,或者伤心,或者高兴 但一切都过去了,别翻出来了 你的过去和别人无关 说出去别人不喜欢听 你只要自己留下记忆就好了 过去的东西都是一堆陈骨子 烂芝麻 要是你常常翻出来就变成了肠舌腹 久而久之,别人就会讨厌你 一念放下万般自然 过去的一切都要放下 而不是和人说起 你每一次说过去 兴许就是揭开了过去的伤疤 让那些痛苦的回忆一次次伤害你 因此过去的往事不要说 就让他慢慢变淡,退出记忆 只有这样,心灵会更加安静 变得积极阳光 也是让自己以后做一个有福之人 自己的成绩 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 就越容易失去什么 例如说,你炫耀自己拿了很多奖金 结果同事嫉妒你 变着法子拖住你工作的进度 导致你再也拿不到奖金 一个人的成绩已经成为过去 你要是天天说着 就是沉迷过去的幸福 让自己被人点赞 因此沾沾自喜 最后果足不浅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 你的成绩,别说了 要马上着手准备 以后怎么办 如果把成绩巩固起来 出新成绩 什么事情都是推陈出新 你只管努力 不说成绩多少 反而会让自己走得更远 这样的人福气也会长长久久 越来越旺 做最好的自己 与别人无关 一个人少说多做 用汗水浇灌人生的花朵 用微笑迎接幸福的生活 福气不请自来 好了,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我是文倩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 晚安 好吗 好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